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个地的宝生大帝庙宇 有两百六十余间 三百多年来 宝生大帝在全国各地的艺文 也始不升美举 而树林济安宫的建庙 则是因为海山涉业户 张碧荣泥病酒药无效 求助于宝生大帝之后 不久便痊愈了 于是发愿建庙 所以说张碧荣他就 一群人就来到了 宝生大帝的麻屋来求 后来他求了很多的 宝生大帝的净水回去 吃了以后 他的病就渐渐渐渐的好 所以当初他也是一个业父 经济也是经济都比较好 他说发动了他要建庙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济安宫的庙名由来 就是由这个张碧荣 提倡建庙开始 就是有济安宫 树林济安宫建于乾隆53年 也就是西元1788年的4月 坐落于坛底里 也就是现在的树林分局对面 兴建后的坛底济安宫香火鼎盛 神灵事迹广备传谈 已然成为宗教信仰社区 也是地方民众集会娱乐的活动中心 在农业社会里 宝生大地无疑是树林地区民众 精神文化的重要神志 后来因应民众信仰需求 历经了一次重建 二次重修 1901年树林纵贯铁路开通 1922年因应交通变迁 考虑到信徒残拜的便利 便透过伏击 浦币 由宝生大地清学了 靠近火车站的限制 也就是保安间一段的32号 1927年10月24号 新庙正式落成 时至今日 既安宫建庙共230年 冬天也有100年了 可说是树林区历史最悠久的庙宇 沈金华 赵石渊新北市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